好 準備釣魚囉 丟下去 這樣子要多久 有點痠 這樣就可以了喔 這樣子放要放多久 一般的話就是 丟下去的話 三四個小時再回頭來看 但是丟下去的話 有時候的話 半小時或幾小時 就會有魚 有嗎 有魚嗎 你過來捏 勾到木枝 樹木 有魚嗎 這有魚嗎 咦 咦 咦咦 咦 咦咦 真的有耶 真的有嗎 世界第一 好奇怪喔 我這樣一路過來好幾個池子裡面都是這樣滿滿的氣球 這個算少了喔 為什麼我與小孩子丟氣球是不是在這邊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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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邊池子裡面都是氣球耶 這是 小孩子丟的是不是 你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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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大膽推測 它也不用打的 它應該裡面就是在釣魚吧 所以下面是綁著魚溝嘛 它躺一邊躺 因為是早上 它要去重點重地的時候 它就把這些氣球 下面放在一邊 然後就丟在那邊 下班以後的話 就是重點重點好了以後 下午才過來看 有這樣 真的假的啊 有這樣在釣魚啊 這個魚 這裡面魚是你養的是不是 牠們比較靠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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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這你有釣到過嗎 牠們比較靠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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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吧 常說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還真的是如此呢 要說到什麼 捕魚釣魚的奇怪方式 小岡我不是沒見過 也從來沒聽說過 氣球可以拿來釣魚 而且我說大哥啊 這氣球明明就很脆弱 你還敢把牠 跟那麼尖的魚鉤擺在一起 不要被刺破就要偷笑啦 你確定這要行得通嗎 你看牠這個真的 魚線魚鉤 自己準備 自己綁的 唉唷 唉唷 像不像夜市人家的那個 吹氣球以前那種 綁那個氣球 然後做成小狗 還做成什麼那種各自 花圈啊 道具啊什麼 給小朋友玩的 我幫你 我幫你 這國小之後就沒有這樣再玩過了 有啦 國中高中的時候打水球 打水戰的時候 唉唷 不如說 我們放在那邊 這個的話 為什麼會用氣球 你是最好朋友的嗎 來 你去拿一下 不想來對不對 所以你跟他講說 好 你去看有魚嗎 這邊拿回來 氣球給你 唉唷 你救了嗎 原來是這樣都騙小孩的 好 好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我在綁那個鉤子好了 在那邊 在那邊 喔 千 千球 在那邊 先放進去嘛 在那邊 好 從在 穿那個 縫 縫衣針 好 千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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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拉下來後,然後繞過那個鉤子 然後再反綁回去,然後綁在自己原本繞下來的那條上面 直接綁在上面對不對 隨便綁拿應該就會 就綁這邊吧,好不好 看看大哥準備的魚鉤、耳料、氣球 樣樣、真材、實料一滴都不馬虎 完完全全就是個專業的釣魚人 看來這招用氣球釣魚應該不是隨便說說的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你在這裡看不到我 好,就把自己給催黏了 好,不要鬧了 好,現在我們為你釣上最新鮮的魚壽司 好,準備釣魚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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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要多久,有點痠 對 對 這樣就可以了喔 好 丟這麼近也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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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把它丟下去 好 噓 哈哈 我以為可以丟比較遠的 丟我在這邊 但這個圓的一看就知道是我的 好 啊這樣子放了要放多久 放了 很容易 快沒問題 有病 就是,一般的話就是 它丟下去的話 三、四個小時再活魚給你看 那是丟下去的話 有時候的話 半小時 或者一小時 就會有魚 喂 我說大哥啊 哪有人釣魚像你這麼輕鬆釣的 根本已經到了偷懶的地步 不過也是啊 有些人釣魚是為了尋求和魚搏鬥的快感 有些人就只是為了填飽肚子 大家的目的不同 手法自然也就不一樣了 電池油可以收了嗎 都沒在動耶 欸 抓到魚應該會一直這樣拉吧 有時候 有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上鉤的時候 它會拉 拉得很 很強 我懂了啦 因為魚剛上鉤的時候 它會拉嘛 嚇到了 被鉤住了 但後來發現 好像也沒什麼事情 因為沒人動氣球 沒人把它撈起來 它又恢復正常 然後可能就沒有一直拉 一直動 那我們先 從最近的這個收好不好 你有...你有鉤子嗎 不然你怎麼收 還是你有線綁子可以拉回來 攏斑的 怎麼會這樣 游出去啊 它真的就這樣游下去 四公尺深啊 有嗎...有魚嗎 你看這樣 啊... 勾到木枝 要不要...樹樹木 有魚嗎...這個有魚嗎 有魚嗎 有魚嗎 麵當中有魚 這裡有魚 這有嗎 有耶,有耶 真的有耶 好大條喔 那幫你 那裡面 這邊 bomb 真的騙人了吧 小心了吧 小心 小心 小心,這不要吃掉 真的有耶 好大條喔 不是開玩笑的 沒想到水面上的氣球 看起來一點動靜都沒有 底下竟然已經釣中 這麼大一條鳥魚 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原來真的大哥是對的 剩下的六顆氣球 也讓小剛我來碰碰運氣 是在邊邊而已 好像不一定拿得到 我知道沒關係 差一點點 有了 有了有了 謝謝 看看這個有沒有 這個都是你 喔 真的有耶 哇塞 等一下等一下 我拉進來 它塞都還在動 它只是沒力了 好大喔 那個有嗎 那個沒有是不是 正常啦 正常的有時候還是會 供出正常的嘛 有嗎 沒有 沒有那個也沒有 那個也有嗎 沒有 蛇頭 蛇頭魚啊 你看 快串 快串 有四個沒釣到 但我們釣到三條大魚耶 不錯喔 大哥只花了半天的時間 就釣到三條不小的魚 畢竟這只是種田之魚 賺一個娃的話 也算是不錯的收穫啊 讓大家打打牙記 保餐一頓啊 特殊釣魚法 好不好 鄉村風味 煮了一個 這算東...東洋嗎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變東洋嗎 跟我們 平常印象中的那個東洋共不一樣齁 比較清淡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炸這個烏鍋 泰國很有名的那個青芒果 泰國很有名的那個青芒果 這看起來超辣的耶 味道 有酸的味道 有酸甜 酸辣 湯辣 湯辣 這樣子是專門配這個魚吃的魚 今天來吃 有時候你膩 可是比較膩的時候 你可以吃膩的 解膩用的啦 味道不一樣嘛 隨便 它就是有各種不同的味道 這樣搭配在一起 好塞 現在吃炸的好 算蠻新鮮的 你看肉也蠻白的 雖然是那個 在那個小小的食堂裡面 大概肉 透味不太重 沾這個醬啊 那個像是醬 芒果 青芒果的醬 喔不能沾魚是不是 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OK嗎 OK 我覺得這樣沾 蠻好吃的耶 我不小心把它沾下去了 好好吃耶 正宗泰北口味的烤魚和酸辣魚湯 酸辣鮮甜多種滋味混搭變化 怎麼吃都怪膩啊 完全入獲大家的胃 更讓我們見識到 泰國人在生活上的創意巧思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